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我就想起当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是我们那时候在 因为我是台湾出身的 我们在念完大学以后 要出国还是要就业之前都必须要服兵役 然后那时候我们 我是预备军官的步兵 最低的少尉排长 然后我们在步兵学校受一些军事训练 受完以后就抽签了 抽签之前很多人有很大的负担 我想说随便主怎么带领吧 就一抽就抽到金马奖 金马奖就是到金门跟马祖 那当年那个时代 三十年前 台海两边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 主啊那你带领我去 我就去吧 然后到时候我有一位朋友 非常优秀的一位朋友 跟我同一个受训的同一个班 他一抽到以后他就满脸忧愁 因为我知道他有个很固定的女朋友 两个人已经大学四年在一起 感情非常深厚 他说哎呀抽到了这个 他也跟我一样抽到了金门 而且还是同一个师 同一个大单位 他心里就说哎呀那怎么办 结果周末回来以后 他就说没问题 我和我的女朋友是感情非常深厚 经得是一考验 我们两个已经约定好了 每天一封信 我寄过去 他寄过来 风雨无阻 不管怎么样 我们已经写到底 那后来我们到金门才知道 金门某一个季节是 这个天气要转 从冷到热的时候 它有很大的雾 大雾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飞机飞去那里送信 所以这就问题很大了 那当初是不能打电话 没有电话 金门不能打电话到台湾的 这是不能禁止的 只有邮件信件 靠着这个飞机 每天送信件 然后那时候还记得 我们在同一个单位的时候 这大雾记者说那你怎么办 然后他说没问题 我们两个都约好了 每一封信背后有个编号 一 二 三 四 我也同样的 一 二 三 四 每天他一叠一叠给我看 我都弄好 有时候他早上记完以后 我看他下午还在写信 我说你不是记过吗 他说不是 早上记了以后 我也想到要跟他讲话 所以早上我就编A 下面是B 我说好 然后后来大雾的时候怎么办 他说没问题 我照写 照写 一直写 我就放在这里 虽然邮差不能送 但我继续放在这里 等到可以送的时候 一下子就送过去 有一天他很高兴 我收到一大碟他寄来的信 我好感动 还念给我听 还把我扯在里面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多话 可以讲 他说我就随便 什么天南地北 只要可以讲的 我都能讲 我还认识一个念法律的同学 他怎么样怎么样 我还提到我 提到我以后 后来有一次 我们在金门 唯一的娱乐 就是可以去看电影 电影很便宜 后来我们看完一个电影以后 他有很大的触动 因为电影里面拍的就是 当年一个年轻人 也是到金门去扶兵役 也是跟他一样 每天写信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 但后来还没退役的时候 就兵变了 女朋友去结婚了 后来他很伤心 伤痛欲绝 回到老家 说为什么我这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会结婚 到底对方 我的这个competitor 竞争对手是谁呢 女朋友说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他长相比较好一点 等等等等 虽然他是个邮差 他们怎么认识 因为你每天写信 他每天记信 所以他们两个就制造机会 就认识了 所以他们两个就谈起恋爱 就结婚了 我说那你怎么办 会不会天天给你女朋友 送信等等邮差 而且他有时候还用挂号 一定要盖章 确保他收到 我说那不是增加 他们两个谈话的机会吗 他说他也忧愁了一天 第二天跟我讲 没问题 我现在每一封给我女朋友信 寄给我姐姐 请我姐姐送去 我跟朋友讲 慢慢了 我说这真是非常伟大的爱情故事 前人节的时候 我们婚姻的期待 是一个轰轰烈烈烈的爱情喜剧 可是渐渐慢慢下来 婚姻的现实 再来就变成一个 平平凡凡的生活闹剧 我们就发觉很多是期待 在爱中 我们所不能期待的事情 随着岁月的推移 随着时间的移转 有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出来 不知道问题出来 也不是说你当初要骗他 而是根本不晓得这些事情会出来了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也许我们的女士 太太们 小姐们 她心里想说 婚姻就该像这个样子 这是乱世佳人 我那年代 小学去看的电影 这个男主角叫克拉克的盖博 当年最帅的 我不晓得 如果你还有印象 那你可能年纪比我还大一点 然后这个女主角 我忘了是谁 但是 对对对 废文力 这个表示 那个年代 我们那时候 唯一的娱乐 这么高的 就哇 这就是个白马王子 他如果说 结婚以后也应该像这样子 送花 甜甜蜜蜜 以前我们真的有一个弟兄 结婚的 他就说 结婚 送花 太太暗示你要送花 我就送了 送了没有 他送了 他不高兴 我也不高兴 那我送塑胶花 他说 为什么你送塑胶花 他说 这能长久啊 不然你花每天 两三天就死掉 又浪费 我就送塑胶花 人家根本不领情 还有一个弟兄说 我觉得不要送花 送花不实际 我送什么 我太太这个车子 轮胎有问题 我送轮胎 我最时有 不领情 然后当然也期待 就是说 也不再是当年的白雪工作 希望实际一点 那最好实际是怎么样 全力支持我的事业 我的事奉 我的工作 我的家庭 以我为主 然后我是台湾的南部长大 台湾南部 我们从小看到 有很多日本式的建筑 榻榻米的建筑 后来老一辈讲说 当年啊 这日本人 先生一下班的时候 这个太太就在门口迎接 跪在榻榻米那里 把两个这个 Suliba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拖鞋放在门口 丈夫一进来 把鞋子一踢 欢迎回家 一坐下 这茶就来了 稍微烫了一点 对不起 不要烫 然后赶快这个茶 饭 饭太好了 吃完以后 烧了一锅非常大的泡汤的浸泡 先生先浸泡 浸泡完以后 小孩子浸泡 最后再太太浸泡 浸泡完以后 还有由他把浴缸抹干净 擦干净 服侍先生 服服贴贴的 有些先生是这样期待 我在今年 两个礼拜之前 过年的时候 我们在大陆的弟兄 都是弟兄的群啊 发了一个 恭喜的图像 我就放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边是说 据说年初一到十五 你如果这样做 会贵妇临门 不过他说 你不怕死 你就去做 就是一个图像是一个 日本女士站在这个 这个茶米店面迎接 他说最好是这样子 回去跟你太太 不过没有人敢把这个 发给他们太太看 他说不想活了 你才发这个图像 有很多的差距出来了 原先是一个 轰轰烈烈爱情喜剧 现在是一个 贫贫烦烦 柴米降出源的生活闹剧了 原先开始相近如宾 因为不是完全知道 你是谁 虽然交往很久 后来相近如宾了 我们来解决一下 怎么解决我们的冲突 后来想说 锅碗瓢盆扎来扎去 都是自己的钱 我们就相近如宾了 好像两个就 就这个样子 结果曾经何时有人说 婚姻如围尘 里面人想供出去 外面人想供进来 早知如此 还是要当初 为什么 因为在基督里的婚姻 无后门 却有天梯 神竟然把我们放在一起 当然我今天 我们知道当中又有很多 还没结婚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 你也不要对婚姻充满了 这个畏惧感 怎么样你都会结婚的 大部分 所以 怎么去解决 怎么以神的信实 神的话语 来看出在婚姻里面 基督 耶稣 神设立婚姻的目的 以及怎么样去 靠着神的真理 来面对婚姻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从婚姻的开始来谈起 在伊甸园的创造的时候 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章 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创造了 我们读一下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放出来 所以神又把青草分出来 又把昼夜分出来 又把动物分出来 神看一切都好了 这是在第五天的 然后到第六天也创造了 后来 这些是我们看 这些神 如果说我们今天撇开 你从物理学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 创世纪第一章 它是在铺陈 预备 一个重要的主角出来 那就是在二十七节讲 神按照祂的形象 造人 那个最高潮出来 是在人的创造 前面的铺垫也好 前面的预备也好 是为那更高神的创造 按照祂形象的创造 人而预备了 神看一切都好 祂造人也好 但是二章十八节 讲一句话 它说 神说 耶和华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连造的人都好 但有件事 不讨 不完全的 因为只有一个男人 所以他造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就是婚姻里面 最原始 具原始的目的 成为一个帮助者 成为一个partner 成为一个合作者 互相彼此 来完成神 人所要我们所完成的 重大的任务 人生的目标 以前听说 有一个结婚典礼的时候 请了一个老一辈的长老 来结婚典礼来读经 老一辈的长老 有点香音 他读到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 耶和华神说 那能斗居宝豪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绑住他 那他心生说 我独居宝 造一个配偶来绑住我 那这个 不是要帮助他 不是要绑住他 而他是一个 有一个 让你的生命能够更美好 更完整 而不是在挟制你 不是要让产生 自够的一个安排 二章二十三节 全世界第一首情诗就出来了 当耶和华神 把夏娃 把这女人 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这是胜过我们今天 很多肉麻细细的歌 要更深刻了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刚才我们 以弗所书所讲了 这是从骨至尽的一段话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最早把婚姻的目的 婚姻的架构 在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章 把它讲清楚了 我们接下来看 伊甸园就产生变化了 创世纪第三 记载到人的犯罪 因为人犯罪以后 大地产生了变化 人的处境也产生变化了 地壁为你长出 荆棘和李吉安 你要吃田间的菜书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 在第二章的时候 是要他们修理 看守伊甸园 工作是一个 荣耀神的手段 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 大地改变了 长出吉利了 要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 工作性质改变 而更重要的是 婚姻被扭曲了 第三章跟我们讲一句话 更重要的是 夫妻的关系改变 从二章十八节 是帮助她的关系 到三章十六节了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征你 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 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这段经文 我们必须要在原文上 有一些解释 因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人对两个动词 不理解的话 产生整个意义的扭曲 这边的两个动词 一个叫恋慕 一个叫管辖 有人就说恋慕 那就是一只单相思 非常爱慕 有那个意思 但它是一个 好像我们中文里面 对仗是一样 恋慕对着管辖 还好我们可以 在圣经里面看到 恋慕跟管辖 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同样的 第四章第七节创世纪 用了同样一个字 讲到该隐 该隐跟亚伯之间 该隐已经心里嫉妒了 后来我们知道 他把他的弟弟杀掉 犯了人间第一起的谋杀案 在这之前 耶和华神就警告他 他就说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服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你必要制服他 所以这恋慕是什么意思呢 恋慕在这里 给我们告诉他说 他是要控制你 所以恋慕并不是说 我就是一面倒的 你说什么 我就听点话 你打我 我就说 给你棍子 然后手不要扭到了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说 我也想控制你 我也想控制你 我要吃掉你一样 我在desire你 要把你吃掉 而你也要制服我 原先是一个 两个互助互补帮助的关系 现在变成斗争 对抗的关系了 是因为罪的关系而改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合作互补的美好关系 蜕变成一个 对立竞争的紧张诠释了 但感谢主 三章十五节说 我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跟舍讲 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说明将来 或一个女人的后裔 后来我们都知道 这是耶稣基督 他必要将这个关系 重新扭转过来 通过他的救恩 将原先扭曲人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大地的关系 因为救恩 而整个被扭转过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一直以来 有一些人对于基督信仰里面 对于女人的角色 一直有些误解 认为我们讲这些顺服 讲这些婚姻的时候 好像把女人贬低 实际上没有贬低的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道理 在初世纪的时候 当女人是被最贬低的时候 保罗讲的那样 在基督耶稣里 弟兄与姐妹是合而为一 是平等了 这个教导在当年是绝对没有的 实际上有人说 你看第三章的时候 夏娃被引诱犯罪了 前面一节到六节 她很多挣扎 问来问去 后来看到这个果实 能使人有智慧 她就吃了 男人说你看嘛 就是她女人太笨了 所以被骗了 可是你看 圣经用了前面六节 来讲女人的挣扎 后来就用一节 不到一节半节 那女人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就吃了 一点没有反抗 一点没有质疑 当然今天我们就要说 太太给我吃什么东西 我敢不吃吗 但说明就是这个亚当应该有更明确的一个判断 实际上当蛇引诱下窝的时候 我们从经文里面的背景 似乎隐隐约约 亚当是在旁边 在附近 应该是知道这件事情 但他就是让它发生了 而发生以后 他也并没有任何补救的措施 拿了就吃了 所以看谁比较聪明 看谁是控制 这是从经文的篇幅长短就会看出来 所以实际上没有说 哪一个性别就比较优秀 比较智商高 而是把他们的位置又重新摆过来 实际上我们看到 在《创世纪》里面 第一章到第三章 我们看到原先神创造是神 人 人 男人女人 然后再动物 但在第三章的时候 因为犯罪把整个次序颠倒过来了 人听了动物了 听了蛇的话了 男人听了女人的话了 人听了蛇的话了 不听神的话 把整个次序颠倒过来了 因为次序颠倒以后 就产生对神的整个悖逆 心中无神 目中也无人 因为就产生 没有标准的时候 没有次序的时候 所以我讲也对 你讲也对 大家都对 就开始抗衡了 《创世纪》刚才我们念的 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的征战 是一个基督的救赎 那基督救赎 保罗用一个最明显的一个 架构性的一个安排 来提醒我们回到原先神 创造婚姻时候的一个次序 用这个次序 来把整个婚姻关系里面 重新调整过来 这就叫做顺服与爱 就是刚才我们所 大家念的经文 从以夫所书五章 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 前面开始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讲到顺服 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这句话是非常奇妙的 顺服是基于对神的敬畏 与信心 不是奴隶的屈服 有人讲到这个顺服的时候 认为说 那我就是什么事 他讲什么 我都必须要做 任何的事情 但这边讲就是说 如同顺服主 就把我们动机说得清楚 如同顺服主 我从心里的愿意 甘心乐意 就如同许许多得了 结婚典礼念的婚约一样 一生一世 或荣或乳 或富或贫 或生病或健康 直到死 才能使我们分离 因为是对神的约 而不是对人的约 顺服主 而愿意做到这样子 同样的 如同主的儿女 被主保护 我们在 有一些的情况之下 当有姐妹说 我的配偶 伤害我 甚至有生命的安全 我们绝对不知道 那你回去准备 好好祷告 殉道吧 我们不会讲这个话 主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如同保护他女儿一样 我们会有适当的建议 适当的保护 所以这边说 如同顺服主一样 是说 这边主的女儿一样 那样心力 诚心诚意愿意去顺服主 而不是因为这个人 现在又在外面 失业了 这个人变丑了 这个人身体不好了 这个人发生什么变故了 我就不顺服他 我就不听他的话 我就不尊重他了 不是讲 因为是顺服主 相对的 如果这个人伤害你 如果这个人让你觉得 主不会这样子对我欺负 伤害到我生命的时候 这里也不是讲一个愚昧的顺服 顺服致死 绝对不是讲这里的地方 你就让他打死了 杀死了 回去好好迎接吧 不是这样子 绝对不是讲这样的道理 所以如同顺服主 讲到我们的心意动机 也讲到他一个界限 更多的经文篇幅是讲到爱 讲到爱 讲到做丈夫要爱你们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干什么呢 为教会舍己 如同教会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就是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保养顾喜 保养顾喜 有位老一辈说 看一个人的婚姻 是不是健全 健康 幸福 你看他的太太 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漂亮 说明这个婚姻是幸福的 越来越 不要讲了 就表示他们可能有某种问题 因为他们有没有好好地保养顾喜 他们有感觉到被爱 被尊重 被珍惜 所以太太去买化妆品的时候 不要太吝啬 保养顾喜 爱是基于对神的回应 学习基督的牺牲与包容 有一次我在领一个退休会的小组的时候 早上一大早抢我们成根 那有一对夫妻 是我们主要同工 比较晚进来 那一天我还记得我们讨论是说 自己的恩赐 那我就说好 那你自己的恩赐 那我们首先要说 你觉得你自己的什么恩赐呢 这位迟到的同工弟兄就跟我讲 我的恩赐是忍耐 我就说 那你怎么知道你有忍耐的恩赐呢 他说 我能够跟某某人结婚 还相处了二十几年 这不是一般人的忍耐可以做得到 我肯定是有属灵的忍耐恩赐才做得到 他来说 我也一样 里面有很多学习 我们不习惯 不一样 我们的看法不同 很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 男人像水牛 女人像蝴蝶 今天我比较不谈这个东西 我上次讲这篇 主要讲这篇道的时候是 二十五年前的情人节 那时候讲这个蝴蝶跟水牛 哇 华人教会觉得很新奇 现在已经不新奇了 Buffer and Butterfly 大家都 所以我要讲一点新的东西了 当然也感触更多了 我讲这种技术性的问题 我觉得 不是大家都会讲的 很多seminar都可以告诉你 要存钱 要取款 存款 我个人觉得这是技术性的问题 是要把生命的根源搞对了 这些技术才做得出来 否则听了那么多 你都可以重复了 男人像水牛 就是每天拿着报纸 吃着饭 连太太一眼都不看 看都不看 然后就是亲密的工作 你这个拿个泥巴砸你 你也投胎起来 继续走 没有什么感觉 那妻子或者女人 比较像蝴蝶一样 非常纤细 那个翅膀只要一点的灰尘 不把他摆掉 他慢慢 他就受不了 他就飞不起来了 越多越多 他就枯萎了 讲了一方的这个 这个 这个比较 比较敏感 一方比较迟钝 看的着远点不一样 神的创造是这样 这二十几年 我还看到很多中性的弟兄 看起来就很像女人的 但我也看到有些姐妹 是比较豪爽豪迈的 很像男人一样 所以我想要从这个角度 纯粹从性格角度来讲 有它的大方向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子 而最重要我觉得 是一个生命的要素 生命是不是被神所摸着改变 这些技术才用得出来 才使得出来 否则其实存款取款 蝴蝶啊 水牛啊 到最后变成一个 技术性的要求 而这边怎么样 告诉我们的 或荣或乳 或富或贫 或生病或健康 不停止的爱与珍惜 直到死才能使我们分离 这是因为基于基督的爱 不是他今天漂亮了 他今天丑了 他今天听我的话了 他今天很不乖 而是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 不断地包容 不断地有恩慈 不断地学习像基督一样的牺牲跟包容 讲到这样 我说不讲技术性问题 我再要讲到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就是大家都会熟悉 甚至会唱的爱的真谛 这一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第一集 对不起 十三章一到七节 前面我来念 这保罗讲的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言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靶一样 我若有心知讲道之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并且有权备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 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 下面这段四节到七节 讲什么是爱的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预备 来 爱是恒究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这一段爱的真替 我们首先要讲 这边的爱 在原文里面 他用了一个不同的字来叙述 爱有不同的层次 一个最基本的层次 所有人都会有 是一个身体 生理性 肉体的爱 这个爱 Eros 每一个人都会有 甚至两个生物放在一起 都会产生这种身体上面的爱 后来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Fileo 一共思想上 感情 好像我们说 哎呀 做科研 说哎呀 我在美国 你在中国 居然我们对同一个 同一个技术 有同样看法 你觉得好像 这个心智上 感情上 思想上面 有共鸣的 知己了 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这边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 Agape 是个意志的爱 你可能不可爱 但我继续 用意志上 秉持下来 这些三个不同层次的爱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 就是Agape 讲这Agape爱是怎么样 刚才大家念了 很多很多这边的经文 实际上我觉得 他要把这段经文的解剖开来 他先讲一个大标题了 爱是什么 恒久忍耐 那只有忍耐 咬牙切齿的忍耐 这个受不了忍耐 还是这个 希望早一点结束爱 这不是爱 不是Agape 恒久忍耐 下面有四个字 又有恩词 在忍耐过程中有恩词 然后下面呢 八个不是 四个凡事 讲到什么是爱 讲到什么是爱 这才是爱的真谛 刚才牧师给我目导的时候 真的很感动 这个爱可以是在弟兄姐妹 可以在教会里面 在对于很多人身上 但今天因为情人节 我愿意跟他放在夫妻的关系里面 我们来思想这个 八个不是 四个凡事是什么 因为他讲到一个生命的本质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词 不嫉妒 不占为己有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认为他就是属于我 当然我们说 爱 这个爱是跟别的爱不一样 这是独有的爱 这个爱不能跟别人分享 不能有第三者 绝对是这样 没错 但往往我把这更延伸了 他 就是我的财产 他 就应该听我的 他 就应该跟我报告 他 不嫉妒 是因为你认为说 那今天他稍微把时间分给教会了 给父母了 给别人了 注意出去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嫉妒了 因为认为他是我的财产 我没有认为说 我是来帮助他 让他生命更加的灿烂 他还是爱你 只是这个时候在做别的事情 并不是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但是我们 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嫉妒了 因为我们把他占为己有 不自夸 自夸往往是失去安全感 所以你不要说 我今天你看 我在公司多厉害 我在外面多厉害 我赚了多少钱 我怕 我不这样讲 好像没有安全感 好像你不尊重我 你不顺服我 你不爱我 不自夸 不张狂 张狂的时候就是 我就是老板 我就是主人 一切都没有节制 你就来听我话 你就来想我的 你就来跟我一样 我就有权利来指责你 我就有权利来挑剔你 不张狂 不失去一个节制 往往我们 最亲密的人 有的时候是伤害我们最深的人 因为我们失去节制 我们以为在夫妻里面 他就应该包容 他就应该知道 他就应该会接受 他就应该呢 你去公司 绝不敢跟老板讲这种话 不敢跟同事讲这种话 不管这样 所以有一阵子 特别我在大陆的时候 我们很多贵妇人 因为很多外派 所以太太都不上班的 这些贵妇人 有些贵妇人 有几次 有人得忧郁症 躁郁症 我觉得你这次真是富贵病 你若去上班 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你敢跟你老板讲这种话 你先生在外面是CEO 他说在家里被你这样子讲 我说你早就被他fire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说我就是 我就说 因为他爱你 所以没有对你这样子 很可惜 因为你纵容自己的情绪 你把自己的情绪 发展到忧郁症 因为你失去节制 有时候反而害了你 所以我们有些鼓励 有些贵妇人 你不上班没问题 你去点什么义工 志愿者 团契 帮助你 当然帮助别人 当然也帮助你 你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你才知道你多幸福 多被保护 多被爱惜 你才能回过来 珍惜你手里面神所为你安排的这一切 当你看到有别人是这样的时候 有一次我太太 我太太比较早说婚姻胡岛 以往都是我比较多一点 有一次我们在上海 有一对夫妻 上海已经离婚了 后来很有趣 这个太太姓祖了 然后我帮她受洗 后来隔一阵子 她的离婚的先生也姓祖了 我也帮她受洗 也帮我们团契 她先跟我讲 下个礼拜有个人要受洗 这个以前是我丈夫啊 但是现在又来了 我知道她丈夫是很想恢复 上海女人是非常有个性的 她就怎么样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看到了 当她如果知道更多外接触 我太太就去辅导她们说 她说这两个怎么这样子 她原先是想要什么心机害她 她要怎么样害她 结果后来还好是因为信主 所以没有害她 她说手段极其恶劣 极其凶狠 她说我都从来不会这样对你 我说你做辅导你才知道 你先生是还不错的 还对你很好的 你知道别人家里 特别还没信主的 那心里为了要夺财产 为了要想一些想方设法 很多很多手段 你听了你才会吓一跳 你才会感谢 感谢神在你身上所有这些事情 稍微走出去一下 你就知道 有了截止 不要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对不起对方的事情 这是显得意见 但是很奇妙 当我们如果做某个事情 实际上所有这种所谓的 第三者外遇 请你听得很清楚 第三者没有性别的差异 请你记住我这句话 第三者没有性别的差异 我不要再讲下去了 不要认为只有男人会有第三者 我讲得很清楚 我们在中国看了很多 不做害羞的事 就是当你 那实际上我们说 为什么他们会刚开始呢 就是因为他们跟第三者 真的有秘密 只有他们两个分享 是配偶没有分享的秘密 这秘密开始 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秘密 但秘密会慢慢地 发展越来越多 发展越来越多 只有他们两个异性 不是夫妻的异性 拥有的秘密 当这秘密越发展越多的时候 他进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时候 就是后来发展出很多很多 不幸的悲剧 就是这样出来的 但很有趣 当这刚开始秘密的时候 有婚约人他心里就知道 不应该做这种事 不做害羞的事情 曾经有帮一位弟兄 解决一个事情的时候 后来当然不是我解决 因为我认识他 所以我请另外一个 上海律师朋友 去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当然我说 你不要跟我报告 我也不想知道 因为他是我朋友 我都认识他们全家人 不过我就说 到底怎么发生的 就只要一点点 他说他们就什么 有一个什么公司的聚会出去 出去以后 两个人就到一个地方 然后突然什么 这在苏北很出名 有一种竹筒饭 一个人吃一边 他吃一边 吃吃吃吃 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然后我说 他根本不应该什么 跟他吃竹筒饭嘛 然后他知道 就是那一点开始 然后等等等等这样子 不做害羞的事情 不对不起对方 因为这个约是跟神立的 哪怕人不在场 神在那里 他知道 这个约是神圣的 不求自解益处 也就是说 我们从另外一角度来讲 他帮我 他伺候我 他关心我 他照顾我 我也要照顾他 我也要关心他 我不要忘记 我有机会我要服侍他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我已经跟我太太结婚了27年了 当开始还学会很多外交礼仪 什么帮他开门啊 这个到餐厅的时候 帮他拖个椅子啊 慢慢推进去啊 这个茶是不是很温啊 够不够热啊 后来想说干嘛 老夫老妻肉麻西西 后来发觉就是说 每天早上他帮我准备咖啡 准备饭食的时候 原来说不用讲什么谢心嘛 就是理所当然 他也知道嘛 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反正我没倒垃圾 他也会打分数 反正我们就 不忘记要服侍对方 因为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论说就是我 一直在享受这个婚姻 我也愿意付出 愿意服侍对方 不轻易发怒 这一点是我们特别弟兄 当姊妹也是需要 不怕被对方伤害 为什么会发怒 因为你觉得被伤害了 你有一些地方 你觉得神圣不可侵犯 你为什么管我买衣服呢 神圣不可侵犯 你为什么管我弄头发呢 神圣不可侵犯 你为什么要 我们不怕被对方伤害到 他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这个我还记得 但我不知道讲谁讲 所以你要知道 我记忆力是非常好 凡是跟我讲过的话 因为可能越来越老了 以前是我都回忆起来了 二十几年前 有位弟兄跟我讲 他当信主 他说 我跟 他说那个时候 我太太就出去 做头发 回来以后就说 我这头发怎么样 这弟兄很聪明 也是可能很会精算 他说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要先问 这个头多少钱 他说为什么 我说感觉头发漂亮不漂亮 你讲多少钱 他说 这经济学上的 对相对价值 如果你跟我讲 这个头一百块 我说不好 不好 一百块可以做得更好 应该再多加一点 再什么什么 你跟我讲免费 漂亮 免费 那可以这样子 已经很难得了 可是他所需要是说 价值怎么样 他不管是一百还是免费 价值怎么样 他听的是你的赞美 你的理解 这么好的 被你伤害到 他认为说 这是价格问题 价格是怎么样 便宜 免费都是好的 好 太漂亮 太漂亮 下次再去一次 一百块 此不为例 不要再去了 还没跟你讲 还给二十块小费 那这心脏就跳起来了 这个受不了 不轻易发挪 因为不怕被对方伤害 不计算人的爱 不提起不愉快的往事 不提旧仗事这个事情 因为对方认为说 已经都过去了 你已经知道 你干嘛还提起来 你起来就说明说 你这个人 很多很多事情 我无法预计到 不计算人的爱 不提起人 不愉快的往事 不要再提起来 很多人 这一点记忆力很好 从结婚前到结婚后 到昨天 1234567 而他讲出去说 这说明这个人 有个规律性 都会犯这个错误 现在又是 这错误之下所犯的 你看嘛 你看嘛 你一直会被人家骗 现在要被骗了 你看你看 就你太容易相信了 这个圈一直在兜兜 他就是不喜欢提起这种事情 我们要小心讲这些话 我们不是在学术探讨 你看嘛 我帮你算得一清二楚 你就是有这个问题 你就是要改建 但这个时候 对方觉得说 你在计算我的二 提起来不愉快的往事 很多事情是对方不愿意被提起的 特别我们中国人 一个很重要是 对方的家庭 不愿被提起 不愿被提起 有人也知道 当我一提起他的家庭 他觉得会慎怒 不管那个家庭 对他造成是伤害 还是他引以为傲 很多里面的不细算的人 都要小心 是提起对方的家庭 你说我知道 你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妈妈就这样子 你外婆也是这样子 我还记得 你爸爸生病的时候 你妈妈不大去看他 意思呢 我以后生病 你也不大会看我 这都有隐身含义的 不计算人的二 不喜欢不义 不错怪对方 有时候真的不是这样子 只是我们的感觉 我感觉是这样 防围杜鉴 不要错怪对方 有时候真的不是这样子 但只是我们 我们的情绪太强烈了 我们就跑到一个结论 不听对方的辩论 不听对方的解释 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恐惧感 我们很深沉的一个恐惧心 就涌上心头了 我记得在前几年 大概快五六年前 我们在上海 就是也是大概 一月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参加一个 有一个葬礼 上次已经是 在这之前有一个葬礼 已经结束了 追逝礼拜结束了 是我们 跟我们几乎同年 一位姐妹过世 然后是我主持追逝礼拜 后来两年过后了 她的先生说 找到一块墓地 因为在国内 土葬是不容许的 但是后来变通方法 就是她买一块小地方 把她的瓮放在里面 所以她说她现在找到一块地方 请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再去有一个仪式 然后把她孩子也在场 希望纪念她的太太 把这瓮放在这个土里面 所以因为她就说 也希望我再回去 主持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 一个典礼 我说好了 我很愿意 然后后来再谈了一下 然后我知道那天天气非常冷 我就跟我太太说 那边在苏北 很冷 然后就是你不要 她说她很想去 我就说你最好是不要去 天气很冷 她说没问题 我身体还可以 我说好 你要去 我来跟你讲一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我讲 她一定不会去 我说某某人 某某名字 某某 她的儿子女儿都会来 不过她现在的太太 可能不会来 她说 她再婚了 我说 对 什么时候 也不是马上 就是这两年当中 她工作也很需要 有人支持 家庭需要她再婚了 我也不知道 我是后来才被告知的 我就知道 我太太就不会想去 因为每次 这个结婚二十几年 她都会问 每次去参加教会 追世礼拜 回来就说 今天我们去 很不满意 为什么很不满意 你看 先去参加追世礼拜 某某姐妹过世了 然后她们很伤心 然后到墓地的时候 她说你看 那个弟兄好伤心 好怎样 好爱她 就隔一段时间 听说有一个结婚典礼 这弟兄结婚了 你看 基督是我也干这种事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 我说福音书讲 在天上也不嫁也不娶 这婚姻的关系结束了 我们弟兄我这需要又怎样 这是我愚昧的地方 在显示自己神学 非常懂的样子 这个时候根本不再讨论 学术问题了 她说 基督徒也做这种事情 然后她不讲话 我说反正我有圣经根据的 然后她就 隔壁两下又走回来 真的要为他们好好祷告 怎么弟兄会这样子 我说好 师父我们为她祷告 又隔一阵子又回来 我想我死了你也会这样 我说你怎么这个举一反正 好厉害啊 原来你不是在讲别人的问题 也不是讲神学问题 也不是讲我的问题 我就以后 有位牧师跟我讲 师母还是有别人提这个问题 师母在旁边 师母非常 我已经与主同在了 我还想这问题干什么呢 然后牧师也学会了 他跟我讲说 以后有这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低头默道 什么话都不要讲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表态 因为你讲太多了 你根本花言巧语 我才不相信 你就不要讲话 就低头默默地沉思思考 也不要错怪她 也不是这么想 不喜欢不欲 就是我们不要太为对方下定论 有时候不是我们着想 有时候我们 也许我们的不安全感 于是这个世界 看多太多不好的现象 于是某些事情 导致我们的情绪 还有一个 年纪越来越大 我越来越知道这件事情 还有时候就是更年期 你就让他时间过了 他就好一点了 你就要凡事忍耐 然后又有恩慈 就不然会越来越糟糕 女性都有更年期 有些男性也会有 所以也要当心这些问题 不要错怪对方 凡事 四个凡事 包容 相信 盼望 忍耐 忍耐刚才也讲过 这三个包容 相信 盼望 我想用三个图像 来跟大家彼此勉励 婚姻是什么 想象它好像 一个抵挡暴风雨的屋顶 外面的纷纷牢牢 外面的闲言闲语 外面的所有的压力 你一进到房间里面 所有那些滴滴答答的事情 全部在屋顶 被隔绝开来了 这是婚姻 在这里面 你觉得你被包容了 你被接受了 外面哪怕讲什么话 什么样的攻击 什么样的压力 什么样的刺激 有个屋顶把它顶住 这个屋顶叫做婚姻 凡事相信 你把它想象是一个 炮火之下的碉堡 这个碉堡里面 外面怎么攻击的时候 你发觉 在碉堡里面是安全的 你是被相信的 你是被接受的 不管外面人 怎么样的控告 怎么样的控诉 怎么样的说话 怎么样的挑战 炮火下的碉堡 你永远感到有安全感 另外那个人 一直相信你 一直对你有信心 最后一个 在波涛汹涌前行的船子一样 凡事盼望 因为两个人同心的时候 就可以同行 这就是基督耶稣里的婚姻 不是那些浪漫的情调 那也是很好 也不是那是一下子 情绪上的高涨 也不是身体上面的接触 而是在意志里面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因为他们有很久忍耐 又有恩赐 度过这一生一世的婚姻 婚姻是神圣的 我们看到 创世纪前面的时候 当夜华神 把那女人带到她面前的时候 这多像我们现在结婚典礼一样 爸爸把女儿牵着手 走到圣殿 神坛面前 我把我最好的千金交给你 当然我不晓得什么时候 我是两个儿子 所以我从来没有女儿 有女儿跟我讲说 当这句话 不完全合圣经 但她可以把事情 把感情讲得很清楚 她说 女儿好像前世的情人 我不相信有前世 但她绝对可以说明 但有些太太很奇怪 她说 她跟她女儿成为情敌 我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她觉得说 我先生很爱她 胜过爱我 照顾她 照顾我 因为她把很多感情发生在身边 因为这是她从小照顾的 我们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说 当我女儿结婚的时候 结婚典礼 最后一个程序是 给双方家长献花 就她女儿就拿一种花 献给她的时候 她把花接了 把女儿抱在身上 拼命地哭 拼命地哭 哇 全场 结果她女儿说 爸爸 我在结婚了 你不要这样子 她就冲进以后 冲进以后 你不属于我了 很深的感情 婚姻是神圣的 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 神把她的女儿 带到一位弟兄面前 这是我设立的婚姻 这是个神圣的 不要藐视她 不要轻视她 要珍惜她 婚姻也是神秘的 我还记得给我个人 一个很大的印象是 当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父亲过世 我们在台南 台湾的台南 正好有一个基督教墓园 所以因为教会 那边是有个地 就给我安排了 那时候管理墓园的弟兄 还特别问我们家 问我妈妈 当年地都很大 不值钱 她说你现在可以做个选择 我们可以给你一次 披两块地 两个位置 一个位置可以保留给将来使用 那我妈说 我们要保留一个 后来我们去扫墓的时候 把很简单地 把这个上面的墓碑擦一擦 干净等等 那时候我才高中而已 我妈就指着说 旁边这块就是将来我的地方 我从那里学到什么是婚姻 一生一世 直到永远 所以她就说 这边将来我死 要把我挣来这里 站在我父亲的旁边 我要在这里 我们感觉这个婚姻是很神秘的 怎么两个人可以 一个从来不同的背景 可以放在一起 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对神的盟约 能够结合在一起 学习彼此爱与顺服 爱与接纳 这是何等神秘的过程 这也是个神奇的 非常奇妙的 我有遇到一些老一辈 当他配偶已经过世几十年了 他心里依然怀念 依然感恩 甚至也许他已经再婚了 但那婚姻的过程 给他生命当中所带来的影响 祝福 对神对他的光照启示 是他一辈子所忘不了 那个过程 只有当我们珍惜 只有当我们付出 只有当我们去经历以后 我们才知道 这个过程真的是神奇的 回到当初我们在苏北五年前 那一个追思奉措的典礼 我知道好几位那位姐妹的姐妹 他也去了 他们一定也会有这个问题了 两年之前爱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姐妹常过世 两年之后放下的时候 这个弟兄已经结婚了 是不是婚姻有不安全感 我那天特别就讲说 在天上也不嫁也不娶 可是 就是因为在天上也不嫁也不娶 我们不会再成为夫妻 而神居然把你跟我 在这短暂的几十年当中 成为配偶 成为夫妻 我们更应该珍惜这几十年的光阴 因为我们在天上 不会再成为夫妻 我们宁可在这几十年当中 用主的教导 用爱与顺服 活出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的生活 活出嫉妒的样式 因为我们不会再成为夫妻 虽然不愿意在地上 浪费在争吵 仇恨 斗争 嫉妒 而愿意把嫉妒爱 活化在我们身上 以至于我们将来有一天 如果回头看的时候 我们珍惜那几十年当中 因为我们学习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这是一个三角形 神在上面 夫跟妻在两边 两个人如果竭力 要用自己去吸引对方 还是讨好对方 他们距离还是很远的 甚至越来越远 因为你永远不晓 对方喜欢什么 因为永远对方在改变 你也在改变 你会感觉有压力 但如果两个人都同时往上 去与神接近的时候 他们夫与妻的距离 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了 婚姻会改变我们 神更能改变我们生命 这是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所知道 那新的生命产生出来 当我们夫妻更爱神的时候 夫妻就更相爱 当我们更亲近神的时候 夫妻就更亲近 让婚姻成为一个我们生命再提升 再被改变 再更像神的过程 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肉体 单纯的思想 进入到与神之间 那个用意志的爱 来爱对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才能体会到 那个神圣的婚姻 那个神秘的婚姻 那个神奇的婚姻 在情人节之前 给大家最好的礼物 就是这样的信息 基督里的婚姻 无后门却有天梯 我们今天很希望 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朋友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但我们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讲 愿天下的眷属 都是有情人 这个感情是基于 对基督的敬畏 遵守神自己的律律典章 享受整个婚姻的过程 以至于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更好的夫妻 Happy Valentine Day 情人节快乐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来到面前 怀着满心的感谢 因为你自己是爱的榜样 你自己用无私牺牲的爱 成为我们自己 可以追随的标杆 就求主经常将你自己 钉横的手 将你自己的爱 向我们显现 以至于夫妻之间 我们用爱与顺服 来彼此对待 以至于我们用真诚的爱 来彼此对接 以至于我们在地上 能够活出在天上的生活 主谢谢你 求主继续 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经理自己的信实 你自己的可靠 你自己的慈爱 也让我们能够享受 你自己所设立的婚姻 我们这样感谢 祷告祈求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